前面我们学习了二重和三重积分的概念 分别用它们来求解了取顶柱体的体积以及物体的质量 然而它们的应用远不止于此 比如二重积分还可以求曲面的面积 三重积分还可以求空间中各个物体之间的引力等 那么这些计算之间有什么共性 为什么都可以用积分来完成呢 这是因为这些看似完全不相关的概念 在数学上其实都是通过分割近似累加求极限的方法来完成的 以二重积分球取顶柱体的体积为例 第一个步骤分割 就是把一个大的取顶柱体分成若干个小的 然后是近似 所谓近似就是拿一个我们好计算的几何对象 去近似那些不好计算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长方体去近似取顶柱体 并且每个分割出来的小块都照此操作 接着就是把它们都加起来 可以看到此时的形状已经初步显现出曲顶柱体的轮廓 但在细节上仍有明显的差距 整体效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时就需要把区域分割的更多一些 这样就来到了最后一步求极限 可以看到随着分割的数量越来越多 它们就越来越接近取顶柱体 可以想象当分割后的柱体每一个都足够小时 最后我们得到的就是取顶柱体的体积 这种方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定积分的元素法 下面我们就利用此方法来推导一下如何用二重积分来计算曲面的面积 假设某光滑曲面可由定义在区域地上的函数fxy表示 下面我们就按照前面所说的四个步骤来计算它的面积 首先是分割 我们将定义欲分割成n个小矩形 则其对应的函数也就被分成了n个小曲面 然后是近似 观察第i个小矩形delta sigma i 及其对应地小曲面delta ai 很明显我们可以选择用切平面来近似它 既然是切平面那么就需要确定切点 显然delta sigma i内中任意一个点都可以选为切点的位置 不过这里为了计算的方便 我们选择角落上的那个点 做出磁点位置的切平面 这就是红色小曲面的近似值 然后就是第三步 累加 将每个小曲面都进行相应的切平面处理 将它们都加起来后 我们就得到了整个曲面的一个近似值 当然了 这个近似现在还比较粗糙 但当我们进行了第四步 也就是取极限的操作后 我们最终就能得到曲面的面积 下面我们就来计算这个极限式 显然只要求出这里面的da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把切平面看成是由两个向量构成的 则它的面积就能由此二者插击后获得 而根据权微分那一刻的知识可以知道 它俩实际上就是偏微分的方向向量 下面假设底面小曲形的边长 分别为delta x和delta y 切点位置为kci etai 则我们就可以用它们分别表示出txi和tyi 将它们带入上面这个式子 计算整理后就可以求出切平面的面积 然后对它们累加求极限 最后就能得到 曲面在区域D上的面积为此二重积分的结果 有组的词兰论是在这里的 这是在这种词兰论是在这里的 感觉是在这种词兰论是在这里的